然后让张宁站立双手脱球 完成了拿球后的双手抱扣 得到48分 接下来出场的张震灵 他选择270度大风车单地抱扣 得到满分50分 第二轮 陈登兴选择飞跃五人胯下换手抱扣 一次成功 毫无悬念的满分50分 第二轮 张震灵选择拔球线内一处大风车换排 得到49分 然后一共99分 最终以一分优势战胜陈登兴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大家已经看了全明星的扣篮比赛 最终是来自辽宁的张震灵 荣获了第一名 这位来自美国NCAA联盟的一名新星 不负众望 接连拿下西杯的两个MVP 前途不可限量 而来自外卡参赛的陈登兴 同样抱以精彩 两季扣篮 赢得了亚军 这个名字来讲 让许多网友 为陈登兴打抱不平 有一部分球迷认为 陈登兴的两扣 很完美 都是一次扣成 从观赏性 从难度 从视觉效果 更有冲击力 这里老于赖 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那么张震灵呢 来自美国NCAA联盟啊 是一名身体数字 劲爆的球员 那么今年也是他的CBA的第一年 也是他的菜鸟赛季 作为一个新秀 在第一年就拿到了场军 13分多的数据 很不容易 尤其他身体数字出色 劲爆的扣篮 给观众带来的赏心悦目的刺激 他的技术也很全面 中远头 还有突破 俱佳 尤其他的爆扣啊 给大家诠释了一种 什么叫暴力的美 相信出色的张震灵 在经过几年的打磨之后啊 肯定能成为 中国篮球未来的 三号位的答案 那么陈登兴啊 作为民间的一个扣篮高手 只有一米七级的小个 能把那种扣篮的技巧 那种爆发力 诠释到那种完美的程度 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民间非常的知名 一提起新歌 熟悉他的篮球爱好者 无不竖起大拇指 在周六的预赛当中呢 张正林两扣 都拿到了满分 一百分进入决赛 而陈登兴啊 第二扣 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没有完成动作 底下的评委 还有组委会 我相信会照顾到大家的感受 这么一个出色的 民间草根的这么一个扣篮传奇 如果他缺席了第二天的决赛 这个扣篮比赛的这个观赏性 都会大大的降低 那么在第二天的决赛当中呢 那么陈登兴的第一扣 按理说也是非常的精彩 只不过评委啊 没有给打出满分 张正林的第一扣 复得了满堂彩 获得了满分 陈登兴在第二扣的时候 充分展示了他扣篮的那种技巧 和娱乐性和身体超长的这种柔韧性 跨下拿球 然后越过了五个人 把球砸进了篮筐 他的这一砸 也是砸出了满分50分 那么第二扣呢 张正林是罚球前一步起跳 超远距离的大风车 把球砸进篮筐 也是满分 就在所有评委 给张正林打分的时候 大家都可能预料到啊 应该是个50分满分 就差最后一位阿蒂江 这时阿蒂江啊 经过几番的心理犹豫之后 最后还是给出了满分10分 这样张正林就超越陈登兴一分 以一分的优势 力压陈登兴 荣登扣篮王 那要是换作我是阿蒂江的话 我肯定会把这个分数 让两个人打平 为什么让两个人打平呢 第一 两个人的水平都是超水平的这种发挥 水平啊 也在伯仲之间 那么一个是实战型的扣篮 另一个就是欣赏型的扣篮 这种东西呢 就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他的这种评判 在每个人的心里 其实都有每个人的这么一个标准 他并不像刘强这种短跑或者跨篮这种运动 谁跑得快 谁就是第一 那就不存在这种争议了 其实全明星比赛啊 就是为球员在常规赛当中 那种枯燥乏味的比赛的间歇 来给大家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的氛围 来让大家更好的投入到接下来的比赛 所以呢 娱乐性比较强 大家也不必太看重这个结果 关键是这两个人呢 确确实实给大家带来的那种精彩绝伦 视觉冲击的这种美 这已经足够了 已经达到我们全明星扣篮赛的这个目的了 我是老鱼 关注体育 传播正能量 有和老鱼词相同观点的朋友呢 请支持一下 点赞关注转发一下 谢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